所以 好 有點緊張 所以就可以開始 是這樣好不好 喔好 那就 喔好 那就 好 那就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那個 我是蔡秀吉啊 今天就是可能花個十分鐘為各位介紹這個 什麼是ORAN 還有這個 這個Google Cloud 他教這個ORAN Alliance之後未來的這個發展 首先是這個議程的部分 分五個部分為各位做這個ORAN的科普 分別是 ORAN是什麼 ORAN它又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它呢 在這個傳統的4G的LT的RAN架構 跟我們現在的這個ORAN架構有哪裡不一樣呢 然後我會做這個ORAN它的架構的關鍵組件 做介紹就是它的component 然後還有做這個ORAN的智能控制器 和這個閉環迴錄的這個控制座介紹 最後就是這個 Google Cloud 他加入這個ORAN聯盟之後的這個發展 那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這個議程吧 對 那什麼是RAN呢 RAN它就是這個radio access network 就是開這個無線接取網路 就是 簡單來說呢 它就是這個RAN的系統嘛 它發出了這個網路訊號嘛 然後像你現在的手機 就好像說這個4G 5G嘛對不對 接收到網路訊號之後呢 它就可以上網啦 而RAN呢 它是這個無線電信的主要組成 它已經經歷了好幾代啊 像以前的這個DRAN CRAN 像VRAN 一直到現在的這個5GORAN 接下來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點啊 也就是ORAN 同學也不是那個Lobita 你看那個ORAN 是這個OpenRAN 全名叫做OpenRadio access network 開放式無線接取網路 這裡可能就有同學要問啊 就說 它開放 它開放是開放在哪裡 對 它就是 ORAN 它就是把它這個RAN的網路架構 把它open起來 它依照它的功能來進行原件的切分 好比說 你從這個原程傳統這個單體式架構 它現在依照它這個功能嘛 把它切成一個一個的這個微服務架構 然後呢它一個一個這個component呢 這要由這個ORAN Alliance 它所規範的這個標準開放界面來進行連接 所以它就阻斷了任何 它阻斷了單一網路供應商 一條龍 整碗跑去這個很像我生了 所以網路援機 所以你網路援機 它可以來自不同的這個供應商 不同供應商呢 它這個設備也可以互通 進而降低這個基地台的建置成本 我相信就是它也會反應到我們的消費者身上 也就是它讓下次代的5G可以這個智能化 可以依到它這個需求自動調節網路支援 那我們要來了解為什麼會有這個供應商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過去這個RAN它的價格是怎樣 過去我們用現在這個5G 在前一代這個4G LTE來做範例 這個掌揭的學習目標就是 來明白LTE RAN 跟現在這個ALL RAN它之間的這個差異性 來看到這張圖 這是4G LTE RAN的這個硬體架構圖 我們先來看到幾個關鍵的元件 首先呢是我們的基帶單元BBU 它負責一些像是信號處理 還有網路存取的這個工作 接下來就是這個RIU 就是我們的這個無線寬屏頭設備 它負責像一些這個數位轉類比 類比轉數位的這個轉換器 還有這個RF的設備 然後在RIU上面這個就是ATANA ATANA這個就是天線 大家注意到這個RIU連接BBU 它下面有個這個開放介面 它下面有個介面叫做secret CPRI 它的中文叫做無線基站通用介面 雖然說是通用 但是每一間這個廠商的secret都是proprietary的 就是說它是專有的 聽起來怪怪的 雖然我不是文學博士 但這聽起來有點奇怪吧 所以就是你RIU它是專有 你BBU也是專有 它專有了硬體還有它的軟體 所以RAN的全部組件 都源自於同一間供應商 我這邊比喻幾個比較大的這個廠商 就好像說它這個Nokia的BBU 它就不能跟愛力性的RU接在一起 還是聽不懂 就是說 假如說我現在這個Google Pixel Type-C 沒有辦法去插那個iPhone Lightning 同學 啊這樣不就是導致說你的利益 讓整碗膨脹去 啊 青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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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4年的時候把那個全部都換成Type-C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RAN要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開源開放的想法出來了 所以這個All-RAN Alliance 就是國際這個國角頭 電信湯國角頭 都一合要來開火 組成一個這個All-RAN Alliance 一個聯盟 來制定這個RAN的開放界面 那麼為了要阻斷這個網路供應商 它壟斷的這個情形呢 是不是就要來做這個硬體上面的切分 讓不同的青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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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以這個新的介面OpenFrontHouse來切開 DU分布單元還有RU無線電單元 讓大家來看 我今天FrontHouse假如說我越往左邊切的話 我這個RU的無線電單元它的功能就越多 越往右邊切的話 我這個DU的功能就越多 所以我這個FrontHouse 要切在左手邊的地方 我這個RU的功能不是就很多嗎 就是塞這麼多功能 在RU上面我在開發 在製造上面是不是就變得很困難很複雜 假如我今天要拓展新的功能的話 我已經踏在這東西 我是要怎麼拓展 以前不同供應商 它這個設備的互動性也會變得比較複雜 我今天FrontHouse切在這個Action Bar的地方 雖然說這個RU無線電單元 它的功能就少少的 聽起來好像不錯對不對 可是我5G傳輸量很大 要做這個機頻處理 像是這個快速FlyA轉換 還是我要確保說我資訊有沒有錯誤 我是不是要做這個錯誤檢查 我資訊量大而且要快速這個傳輸 我就需要足夠大的頻寬 我才傳得快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做衡量了嘛對不對 國際電信組織之後就選了三個這個主要方案 只有由這個SplidAction 7.2脫穎而出 就將原本的這個Secret的介面 FrontHouse在這個Physical Layer 它資料傳輸的部分由eSecret取代為Secret 採用SplidAction 7.2有兩個主要的考量 就是RU 它如果功能越多 它就卡丟電 另外一個考量點就是這個 位元素率就傳輸資料的這個需求 OpenFrontHouse它切在Option 數字越高就是Option8的地方 RU 功能少研發變簡單 但是我介面的傳輸量就會變高 對於延遲的要求也會增加 只有這個OpenFrontHouse它就是把這一個 它就把它切在這個Hi-Fi跟Lo-Fi之間 來接有DU跟RU 心理說這個Option在1,2,3,5,6,7,8 你切哪一個切在哪裡沒有說一定好壞 7.2它是投票抽出來的 現在也是有人在做這個Option6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All-RAM的架構 跟剛才的LTE RAM來做比較 它的BBU就做這個功能切分 就是Functional Split 將這個RAM它結有成了這個CU、DU、RU 三個不同的元件 就制定了一個這個標準的開放介面 讓他們可以這樣互通 實現了可以來自不同的這個供應商 白牌的供應商 網路元件也可以互通的這個願景 就我們所謂的Motivender多供應商 在這個BBU的部分呢 它也是做結有 設計部分它可以做這個雲軟體雲計算 All-RAM它也可以實現用線程 我們現在4GLT線程的這個RAM的硬體設備來建造 而我們最初提到那個就是網路智能化的部分 就是靠這個RIC它這個元件 它對這個RAM做這個即時控制 它可以調整這個網路的資源配置 提高資源的有效利用度 來改善用戶的這個使用體驗 然後 對 然後我用這張圖來摘要重點 在傳統的4GLT-RAM的架構 可以看到它全部都是同一個顏色 全部都是由同一間廠商固醬 現在就是OpenFront House嘛 它就依照這個Functional Split 把BBU把它切成了DU跟RU 現在All-RAM它就像RAM做這個JL JL成CUDU RU 實現RAM的組成可以來自不同的供應商這樣子 接下來我會來介紹這個All-RAM架構中幾個 比較關鍵的元件 學習目標就是帶你們初步了解這個All-RAM架構 還有它這個重要的組件還有它的介面 如果你第一點看到這個架構圖完全看不懂的話 沒關係 我也是 接下來我會帶大家看到幾個關鍵的元件 分別就是服務管理編排SMO 還有這個Non-RT-RIC 就是非即時的RAM的智能控制器 還有這個Near RT-RIC 近即時的智能控制器 接下來就來簡單講解這個SMO元件 它有什麼功能 它執行像是RAM的網路支援管理 傳輸管理 端對端的這個網路切片管理 你把它想成那個QOS 服務品質管理就好了 那在O2這個介面呢 它就負責這個All-Cloud 跟All-Cloud進行溝通 執行像是這個平台支援工作負載的管理 在A1的介面呢 它負責RAM的支援優化 SMO裡面有個東西叫那個Non-RT-RIC 這邊 然後它透過這個A1介面 與這個Near RT-RIC 進行溝通這樣子 那Open Front-House的M-Plane介面 它就是SMO和ORU 進行溝通的一個橋樑 最後還有這個O1的FCAPS 就是故障主態規則 效能安全管理的控制介面這樣子 因為這邊是這個網路智能化的部分啊 所以我就把它獨立出來介紹 但這其實還在All-RAM架構裡面 這小節就帶你初步了解 All-RAM它是怎麼整合AI 達到網路智能智慧化控制的這個目的 所以就是這個RAM的智慧控制器的部分 我先來講解這個Non-RT-RIC 它的工作回錄 SMO裡面的這個Non-RT-RIC 它就負責收集資料 為了確保它這個數據的可靠性 避免不準確的預測 它會以離線的方式來訓練 我這個Machine Learning的這個學習模型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閉合回錄 它提供這個Near-RT-RIC 對RAM的這一個資源管理的指導方針 反正就是說它的Non-RT-RIC 就手這樣反而有 反而割那個Near-RT-RIC 有時候跟它說 你要怎麼來控制這個RAM 這樣啦 接下來就是Near-RT-RIC 這個工作回錄的介紹 Near-RT-RIC 它就是用這個Non-RT-RIC 它部署的這一個機器學習的模型 來監控或預測用戶的連線狀況 因應RAM的流量 環境主動或提前 來調整我這個網路配置 它的反應時間是小於10毫秒的 所以說非常的即時 最後就是做這個 與智能控制器有關的介面的介紹 就是E2的話就是 Near-RT-RIC跟RAM 它這個做連接的部分 做即時智能控制的部分 然後還有這個O1 O1它就負責這個數據的收集還有控制 最後就是2021年Google Cloud 它宣布加入Orient Alliance 協助推動Orient的發展 Google它有很強大的機器學習 大量資訊處理的功能 地理空間分析技術 像Google Map跟Google Earth 它有助於RAM的這個智能控制器的發展 而且它也提供這個數據品的IP Query 就是結合機器學習來達到網路最佳化 最後呢我做個總結 什麼是O1 O1它就是開放式無線接取網路 它開放RAM 將RAM的構造開放 將RAM以功能切分成不同元件 然後再以標準的開放介面來做連接 開放介面它解有了架構 讓RAM的組成可以來自不同的供應商 不同白牌的供應商 根除網路供應商壟斷的現象 最後就是RAM的這個智慧閉合回入 它整合了人工智慧 讓RAM可以依照需求自動調節網路資源 如果聽完我的議程 你覺得有興趣可以幫我分享 讓大家都知道這個O1 在O1網路上有一個software community 就是OSC的開源軟體計畫 希望可以鼓勵更多暑假無聊的人 來加入這個計畫 就是Let's make Taiwan great again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謝謝 好謝謝 等一下我要登出 那就吃飽 吃飽萬事好 吃飽 什麼意思 吃飽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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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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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